1942年当苏德战争打到第二个年头 按照希特勒的计划 对苏战争必须在今年结束 希特勒对他的同僚说 这是东方战场决定性的一年 此时美国人已经加入战团 如果德国不迅速战胜苏联 那么美国潜在的军火生产能力 同苏联潜在的人力结合起来 对德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 基于这一战略估计 希特勒决定集中所有力量 在1942年对付苏联 而后腾出手来对抗西方 为此希特勒将他的目光 放到了斯大林格勒 这座苏联交通枢纽城市上 意图避其功于一亿 一战将苏联打垮 一场大战也即将在斯大林格勒开战 在苏德战争初期 面对德军强大的攻势 苏军主力一次次被包了饺子 基辅一战就被围歼60多万 眼看斯大林就要扛不住了 可上苍眷顾苦难的苏联人民 用寒冷帮他们渡过难关 1941年的最后一个月 在寒冷风雪的掩护下 从远东调来的西伯利亚部队 冲破德军防线 暂时击退了德军的进攻 虽然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损失不小 军工生产也落后于对手 但德军依旧可以在短时间内 聚集庞大的军队 1942年的头三个月 德国人从各个普通国 一共获得了52个市的兵力 在东线 希特勒将德国对南线兵力 进行了重组 撤销了原南方集团军群番号 新组建了AB两个集团军群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全苏最大的产油区 高加索油田 顺便占领斯大林格勒 在发动攻势之前 希特勒曾经对第六集团军司令 保卢斯将军说 如果帝国拿不到石油 就必须要结束这场战争 这话不是耸人听闻 德国确实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 德国是个贫油国 战前就开速马力 大规模生产 人造汽油的行动 战争爆发时 德国化学联合企业 法板公司 已有了314座合成燃料厂 但是人造石油 仍然不能满足德军的需要 1942年 德国的石油储备已经见底 如果不能夺取新的油田 德国这台战争机器就要熄火 尽快占领巴库和高加速油田 成为1942年攻势的动因 而在另一面 1941年底和1942年初的胜利 使斯大林错误地判断了战场形势 他命令苏军投入反攻 结果和德国人撞了个满怀 1942年5月 德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挫败了苏军的进攻 歼灭了苏军三个集团军 抓了24万俘虏 好不容易积攒起一点激动兵力的斯大林 因为冒进赔了老板 元气大伤 6月 德军乘胜攻占了苏联克里米亚地区 接着指挥师直指斯大林格勒和外高枷锁 德国AB两个战役集团浩浩荡荡地向东推进 他们前面没有敌人 后面没有预备队 A集团军群由李斯特元帅指挥 下辖第一个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 并由空军第4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 其任务是攻占高枷锁地区 B集团军群由包克元帅指挥 下辖第4装甲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和保罗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 由空军顿河地区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 其任务是攻占斯大林格勒 引护A集团军群的北翼 在AB两个集团军群的后方又有第二件兵力 这一方向德国人集结了60个德国师 以及43个师的富庸国部队 共有1200辆坦克和强机火炮 17000万大炮和迫击炮 1640架作战飞机 斯大林格勒军名查理金 位于福尔加河下游西岸 对这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 斯大林是再熟悉不过了 1918年苏联内战时期 斯大林率领红军打退了白匪军的进攻 战后他成为苏联南方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 共有一百多家企业 他还是通向粮食 煤炭 石油主要产区 炖河下游和库班流域的门户 如果德军占领他 将一举切断苏联中部同南方的联系 夺取粮食和石油资源 苏联会失去这些战争资源 而德国此时也迫切需要这些资源 因此斯大林格勒的得失成为了影响 整个苏德战场的胜副手 7月12日斯大林组建方面军 由铁木新歌元帅指挥 下辖第62 第63 第64 第2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 后第57 第51集团军和第1 第4坦克集团军 相继编入该方面军 自此 苏军统帅铁木新歌 在保卫斯大林格勒 能用的总兵力为12个师 约16万人 火炮和迫击炮2200门 坦克约400辆 飞机454架 与他对阵的是保卢斯上将 和他指挥的德军第6集团军 下辖13个师 约27万人 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 坦克约500辆 由第4航空队的1200架飞机支援 面对德军的来势汹汹 苏联又该拿什么抵挡呢 德军的进攻非常成功 苏联军队在空旷的大草原上 很难进行有效的抵抗 苏军后撤两三百公里 把顿河及顿巴斯盆地最富饶的地区 拱手送给了德军人 这时希特勒犯下了一个 不可饶恕的错误 分兵 由于第6集团军在战役初期 就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 使希特勒再次改变了计划 他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 无需那么多兵力 所以命令霍特第4桩甲集团军 从斯大林格勒方向南下 转立A集团军群 到7月30日 希特勒又做了相反的决定 他宣布 因为高加索的命运 是将要在斯大林格勒决定 所以由于这个会将的重要性 所以又从A集团军群抽掉兵力 以增强B集团军群之必要 于是霍特的第4桩甲集团军 又归刊给B集团军群 这次招令希改耽误了德军的部署 给斯大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高加索方向 A集团军群高速前进 8月9日 德军第一桩甲集团军 占领了麦科普油田 此时 德军距格罗兹尼四周的苏联 最大产油田中心 只有50英里 距离海也只有100英里 8月31日 希特勒要求A集团军群 所有的力量 向格罗兹尼做最后进攻 尽快拿下油田 但德军进展缓慢 原因是缺乏燃油 8月19日 保罗斯将军重新发起了进攻 保他的第6集团军 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 准备将第62集团军 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主力分割开来 在敌军逼迫下 苏军从斯大林格勒外围撤了下来 8月26日 城防委员会向全市 发出全民总动员 9月2日 德军第6集团军 与第4装甲集团军成功会师 斯大林格勒守军被彻底合围 形势自此 斯大林证命诸可夫为最高副统帅 并决定立即调拨 第24第66集团军等部队开赴斯大林格勒 9月5日 扶晓 诸可夫将三个新瑞集团军投入反击 接连遭到失败 9月12日 苏军被迫撤至市区维敦 外围防御地带已全部丧失 独军突破斯大林格勒城防 从南面突进到福尔加河 把守卫城市的第62集团军 同战场上的其他部队分隔开来 同日 希特勒从东普鲁市飞抵乌克兰的文尼查 召见了B集团军司令 魏克兰上将和第6集团军司令 保卢斯上将 命令他们于9月13日 对斯大林格勒发起新的进攻 并决定从高加索方向 抽调9个师来加强第6集团军的兵力 从这一天起 激烈的巷战开始了 双方士兵逐街逐楼逐屋 反复争夺 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利场 城中80%的居民区被摧毁 在满是瓦利和废墟的城中 苏联第62集团军顽强抵抗 在城中的每条街道 每座楼房 每家工厂内 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双方的战士到了这样的地步 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 对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来说 斯大林格勒战役 都是事关成败的关键一战 对斯大林来说 是绝不能让这座城市 落入德军之手 他亲自下令 要求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坚守盖城 对希特勒来说更加如此 新任陆军总参谋长 蔡斯勒将军 小心地向他指出 第6集团军 北翼漫长的顿河战线 面临着危险 建议将第6集团军 撤到顿河核取 希特勒严厉地回答说 德国士兵到了哪里 就要守到哪里 苏军指挥部将战略重点 从莫斯科转移到了 福尔加河地区 并调动了全国所有的空中力量 支持斯大林格勒 在9月底和10月初 苏军向斯大林格勒城区 调去了6个步兵师 和一个坦克旅 德军则调去了20万补充部队 包括90个炮兵营 和40个受过工程训练的工兵营 这几乎是德国最精锐的家底 双方部队的指挥官 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经过三个月血腥的战斗 至10月初 德军终于缓慢地 推进到了福尔加河岸 并且占领了 整座城市的80%地区 将留守的苏联军队分割成 两个狭长的口袋状 尽管如此 城内战斗依然非常激烈 其中 红色十月工厂 拖拉机厂 和街宝工厂的战斗 为全世界所知晓 当苏联士兵与德军 进行枪战的同时 工厂内的工人 就在侧旁 修复损坏的坦克和其他武器 有的时候 甚至就直接在战场上修理武器 坦克由工厂的工人 志愿兵驾驶 这些坦克往往直接从兵工厂的生产线上 开到战斗前线 甚至来不及图上油漆 和安装 射击瞄准镜 从军事上分析 保卢斯采用的战术 完全符合作战准则 斜行攻势 两翼包抄 纵身穿插 每次进攻 只选一个方向 重点突破 天上地下 立体作战 德军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 大部分了 仗打到这种程度 抵抗已失去意义 一般来说 守军不是权限崩溃 就是缴械投降了 偏偏苏联人抵抗 会变得越来越猛烈 直到苏军士兵的生命消失 阵地才被深沉恐怖的寂静笼罩 斯大林格勒的巷战 似乎不是一场实力的对决 而是一场抑制的逼拼 而随着苏军 渐渐地抵挡住 德军猛烈的攻势 反攻也即将拉开序幕 当德国人把一支支精锐部队送到斯大林格勒 绞肉机里时 苏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谋划他们的反攻了 从9月底开始 负责斯大林格勒地区总战指挥的朱克夫 开始向斯大林格勒秘密大规模集结兵力 苏联的军工潜力和美国人的军火支援此时发挥了作用 至11月中旬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城外的南北两侧的苏军 共有10个集团军 一个坦克集团军 4个空军集团军和若干个独立军坦克军合旅 共143个师 110.6万人 预计15500门火炮和迫击炮 1463辆坦克和强击火炮 1350架飞机 当面的德国B集团军群共有80个师 又3个旅 约100万人 10293门火炮 675辆坦克 1216架飞机 反攻日期定为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为11月19日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11月20日 负责防卫德军第6集团军 侧翼安全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 一天之内就被击溃 5天后 德军第6集团军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 当德军最高统帅部接到苏军发起反攻的消息后 陆军总参谋长蔡斯勒将军力劝希特勒下令保卢斯撤出斯大林格勒 然而空军司令葛林元帅却向斯大林保证说 还可以保证空军有能力通过空中桥梁 为第6集团军空中补给 事实证明 德军空军根本没有提供如此大规模部队供给的运输能力 每天300吨的运输上限 也无法满足每天700吨的需求 但希特勒仍然支持葛林的计划 希特勒遂下令保卢斯亲手阵地 并命令这个集团军今后改成斯大林堡垒集团军 11月21日 希特勒下令将曼斯坦因元帅的第11集团军 扩建为顿河集团军群 由曼斯坦因元帅任司令 并把保卢斯第6集团军等部队交与他指挥 希特勒在命令中指示 顿河集团军群当前的任务就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 并得回原已失去的阵地 曼斯坦因认为 德军唯一成功的机会在于第6集团军 从斯大林格勒向西南突围 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 则从斯大林格勒引南的科吉尔尼科沃向东北进攻 东西夹击解救出第6集团军 但希特勒拒绝了 11月30日 他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表示 绝不会从斯大林格勒撤退 并且再次强调被围困的部队绝不能投降 而曼斯坦因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打到斯大林格勒 斯坦因的冬季风暴没能救得了保卢斯 反倒发现自己也有倍数余己的苏军包围的危险 于是他决定不顾希特勒的将领 下令保卢斯立即向南突围 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 然而保卢斯在没有接到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之前 没有突围的意图 他以燃料不足为由拒绝了曼斯坦因的命令 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 12月27日 苏军发动强大反击 将霍特第4装甲集团军 击原来的阵地 曼斯坦因的冬季风暴宣告失败 在零下45摄氏度的寒冬中 保卢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处境越来越艰难 1943年1月22日 苏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 第6集团军的空中补给 运输和伤员撤退行动彻底中断了 虽然食物和弹药都极度匮乏 德军仍然顽强抵抗 因为他们相信苏联人会处死投降的军人 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巷战 相反苏联人也对包围圈中的德军战斗力感到惊讶 这里的每一名德国士兵都是有经验的老兵 这支精锐部队如果能撤出来 即便是徒手撤回来 德国人今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些 希特勒看着地图向曼斯坦因解释道 一来即使包围圈中的德军 分成了几个较小的单位 也还可以抵抗相当长的时间 二来 俄国人根本不会遵守第六集团军投降后所许下的诺言 言下之意 他们已是炮灰 1月30日 希特勒授予保卢斯 德国陆军元帅 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 他对约德尔说 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元帅被升服的 希特勒也希望保卢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 1月31日 保卢斯向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 第六集团军忠于自己的誓言 并认识到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 为元首和祖国以坚守自己的岗位 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一枪一弹 4日 当苏军攻入德军设在百货商场内的司令部时 保卢斯选择了投降 第二天 即1943年2月2日 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成北的第十一军残部宣布投降 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 斯大林格勒战役历时199天 双方军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最大的一个集团军 第六集团军全军覆没 第四装甲集团军部分被监 有21个德国式的番号从序列表中消去 另有大量直属部队被消灭 苏军的损失仍然要超过德军 不同的是 德军是被整箭制消灭 战斗力不复存在 新德部队不经一段时间的训练 形不成战斗力 而苏军残存的部队补充新兵 以老代新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 并且德军人员和物资难以补充 苏军补充的速度和数量则远超德国 正如德国陆军总参谋长 蔡兹勒将军所说的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25万官兵 那就等于打断我们在整个东线的脊梁国 战役使德军完全丧失了苏德战场的战略主权 也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 苏联人主宰欧洲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我们下期见